从古至今,人类始终对火星这颗星球充满了无限的遐想 现代社会中,人类对于火星上是否存在生命 火星是否适合人类居住等问题的猜测,也一直不曾停息 火星也逐渐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第二个地球 人类甚至渴望火星能够成为地球的替代品 从而为人类再次拥有一个移居的星球 你知道吗,其实火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年代中 一度被称为营货,也是有名的妖星 人们甚至认为它预示着灾祸 后来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 令如今的科技发展程度距离人类第一次登月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遗憾的是,灯灵异星球仍然是人类目前最高的成就之一 根据人类此前的火星探测记录来看 火星这颗类地行星被科学家们公认为与地球最为相似的行星 因为火星拥有了与地球相似的环境和相差相仿的温度 甚至还包含了绝大多数星球均不具备的大气层 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 人类就已经发现火星上存在流动水 后来人们还在火星上发现第一个液态水壶 因此,火星直到现在都会被人类指出 它是最适合人类进行星际移民的星球 更令人兴奋的是 2020年,我国已将首次探索这颗被人们美誉为与地球最相似的姊妹火星 在2019软件第一卫星高峰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就已经表示 我国将于2020年探索火星,并通过火星卫星、火星着陆器和火星车天地联合探测火星 目前火星车已经制作完成 还指出,此次的火星探测任务主要是探测火星上的生命活动信息 并且希望人们能够在这领域有所突破 目前,全人类对火星的探测也有45次 遗憾的是,其中仅仅成功了18次 这意味着探测火星的成功率仅为40% 随后,欧阳院士还表示 这项计划中除了针对生命信息的探测以外 还会对火星磁层、电离层、大气层的探测和环境科学等形式化进行科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对于火星的探测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那么,人类探测火星的难点是什么? 要知道,每隔26个月,人类才有一次机会向火星发射探测器 由于人类所测的地球绕太阳运转一圈为365天 而火星绕太阳运转一圈的时间大约是687天 有时,地球在太阳左侧,火星则位于太阳的右侧 因此,人类必须赶在地球和火星存在一定夹角关系的实现点上 人类才能在地球上发射火星探测器 倘若我们没能把握合适的时机 这意味着人类需要再次胶着地等待26个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火星探测器从地球飞往火星的轨道上的时间 至少为7个月左右 你知道吗,在火星探索中 最重要的问题是对火星脱水机制的研究 根据人类以往的观测和理论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 太阳风与火星大气的相互作用下 仅能造成火星表面30%的水含量流失 目前人类也没有在火星上找到任何生命存在的相关证据 那么人类未来将在这个星球上取得怎样的空间探索成就呢 如今,国际上对于火星最大的理想是改造火星 对人类而言 这一举作能够更好地维系人类这一物种的延续 而科学的任务则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创造更多可能 由于科学家们十分担心人类未来的命运 因为2020年,我们的地球面临了诸多的自然威胁 再加上人类自身的一系列行为 未来,人类很可能会将地球扼杀 导致地球不再是人类的宜居家园 因此他们希望能够在太阳系中探索到一个何时星球 并详细探讨人类是否能够将它变为第二个地球 令地球上的人类大量地迁居到该星球上 综合来说,目前唯一可能的天体变速火星 其实我国2020的探测火星计划 更像是弥补拖欠了数十年的旧账 也就是航天领域中火星深空探测的巨大短板 因为自1992年起 我国便开始全力攻克载人航天 最终成为了继美苏之后突破了载人航天技术的第三个国家 要知道美苏两国早在60至70年代 就已经取得了成熟的载人飞船,货运飞船,载人空间站 载人火箭和空间交汇对接等技术的积累 直到今天,三个国家之间在该领域的格局也始终不曾改变 显然,中国航天已经实力不凡 但在航天的另一个方面 例如深空探测领域,我国始终不堪一击 这却显在探测方面更是竞选无疑 而苏联和美国早在1960年前后 就已经着手进行火星探测 虽然火星探测的难度颇高 但在两国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美国更是后来居上成为这领域的领导者 而1975年,美国创造的两个维京海盗号着陆器 就已经相继地从地球出发前往火星 当它们在火星上软着陆时 利用核电池工作多年后才真正退役 如今,我国的火星探测器已经从上海运抵北京 并且展开了全面测试 也令不少小伙伴期待不已 因为它很可能会令我国在火星探测上的致命短板变为长板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